大家好 今天做个酱爆牛肉 其实它的做法和配方 跟这个 回锅肉 基本上一样 只是食材 我们用 首先我们还是把牛肉片 尽可能泡出血水 肉泡白了 然后切成这个 建方的肉片 泡出血水 之后呢 就是没有腥味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开水里 加入姜片 葱段 还有少许的料酒 把这个牛肉片 放在这个清水里面 去焯一下 去腥 然后这个葱姜的香味呢 能这个留在这个肉里面 还有料酒 就可以这个起到去腥的作用 我们把这个肉呢 焯 只要熟了就可以 白了 没有血丝了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然后滤掉水分 不要这个水汤 放在旁边呢 备用 用这个时间啊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配料 配料呢 葱 姜 蒜 干辣椒 最重要的是豆豉和四川豆瓣酱 味道全靠 这两个 豆豉和四川豆瓣酱 我们先呢 把这个蒜切成蒜片 大概有四瓣蒜就够了 姜 一小块 切成姜片 干辣椒呢 也把它切成这个 小段 葱啊 切成这个马耳朵的形状啊 斜切 马耳状的这个 如果有蒜苗 最好用蒜苗 但是在日本呢 很难看到蒜苗 用葱啊 锅里呢 多放点油啊 炒这个肉啊 要稍微多放点油 葱姜蒜 加上这干辣椒 放到锅里爆香 之后把超过水的这个牛肉片呢 放到油里面翻炒 这时候加进豆豉一起翻炒啊 高温爆火 把这个豆豉的香味呢 也炒出来 香味炒出来之后 放入两勺豆瓣酱 这个豆瓣酱鲜咸辣 味道都有了 颜色也很好看 红色的 为了颜色再深点呢 我们可以放一些这个生抽 但不用放多 因为豆瓣酱已经够咸了 然后也不需要放盐了 撒一点点白糖 为了提鲜 有一点就行了 甭太多 这时候呢 最后放进这个青葱 葱白和葱绿都有的 好看 蒜苗也可以 最后起锅之前 淋几滴醋 大火再翻炒两战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个真正的这个猪肉做的 这锅 回锅肉呢 会很油 我们尽量呢 也不用太多油 肉片上沾满了这个炒红的这个油 酱汁酱料就可以了 豆豉的香 豆瓣酱的香 非常浓郁 配上葱和牛肉 大火再热 就不加油 吃饭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